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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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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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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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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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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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你会不会尊重别的人 你会不会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信任的关系 没有这些不要谈下面的 不要谈在主耶稣 尤其是复活的基督内的共荣的生活 不可能的 因为你老是看不起人 老是嫌弃别人 动不动就挑别人的毛病 活在那种非常不安跟对立的情况之中 那天教宗接见那两位没有 两个没有 彼此间虽然签了和平的协议 可是并没有真正信任的关系的他们 你在视频或者在这个网路上的传来的影像 特写赵教宗 那个传给我的教友 他说他哭了 因为教宗是很诚恳的对那些理秀说 拜托你们不要再打仗了 拜托你们不要再打仗了 你们知道运用你的权力 用你的军队可以杀死多少人 这是教会的态度 让我想到的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最在乎辈分 你的年龄 你的社会地位 你是父母 儿女要服从你权威 中国人 最后晚餐的时候 我说耶稣是不管自己的地位 我是老师 弯下来 跪下来给他门徒洗脚 他是用爱的行动 谦卑低姿态 降低自己的身份的行动 建立身体 圣事 我说教宗这一回 跪下来亲那个黑人的脚 亲他的时候 把他 把那个被亲的人吓了一大跳 一个一个亲 包含那位女性 每个人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说教宗你在做什么 你是天主教的国际的最大的一个领袖 最高的精神的地位的领袖 为什么跪下来 而且教宗你看得很清楚 他跪下来站不起来 如同人年纪到七八十岁 跪下来大概就倒下去了 所以他拉到旁边的书记主教站起来 但是乖乖的亲他们 亲下来拜托他们 不要再打仗了 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要再争吵 不要再打仗了 你会不会学耶稣基督一点点 为你所爱的人牺牲奉献吗 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来 门徒们我这一次的感触 特别深的是 这些门徒们也是很说 很会说很好听的话 如同我们神父在他努力讲道的时候 讲的好一点 事实上行动如何 你记得耶稣在三次预言自己受苦受难 那伯多禄第一个就否认啊 决定不要啊 然后你走到哪我都跟你啊 然后到最后晚餐孩子说 我决定跟你走 你往哪走我都跟你 这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在爱 在亲密关系最美的时候 你死我就跟你死吧 你到哪我全部跟你养同甘共苦 事实上在最后晚餐 尤其在三元祈祷的时候 门徒们在那边睡觉 不敢面对了 不敢面对 后来这是伯多禄中土 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复活的信仰 是靠天主的启示 天主的恩宠 似乎不是人的理性的能力可以达到的 那今天是多么中土 我可以建议你哈 神父自己也学 你去翻翻若望福音的第十一章十六节 你去翻翻若望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五节 这两段 我没想到若望这个圣经的作者 大概是跟多么比较熟 写了多么的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那个大家都知道 有个妇女拿个那个香油 跪在耶稣脚前 大家吃饭的时候 忏悔自己的罪 悔改 可是犹大师觉得不满意 他的价值观是钱 所以他说那个香油可以没三百块 这个叫玛利亚跟马尔大 他们住在伯达里 他的弟弟死了 那扎路 耶稣正在别的地方 他们的消息传来了 说耶稣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看 他的弟弟死了 圣经上描写 你所爱的人死了 你要不要再关心一下 耶稣说我要去 门徒们说不要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社会 已经开始对耶稣有反对的意见 你到犹太地区伯达里 可能会被打死 被杀死 那耶稣很清楚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 白天有十二个时辰 我能够工作的时候 我是世界的光 如同若奥菲讲 我是生命的食粮 我是世界的光 光在的时候 不怕黑暗的 所以耶稣决定还是要去 波达尼 那扎路 给他复活 多么讲了一句很厉害很特别的话 表示他的人格上的那种 一方面是冲动 可是一方面也是勇敢 跟波多路一样 说你去我就跟你们去啊 我也跟你去死啊 他不怕 那后来的一章也是代表多么的怀疑的个性 生命当中怀疑的个性 也是问在耶稣说我去的地方 你们不知道在哪里 他说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走什么路 那今天的福音是更厉害嘛 前面的时候如同我们所有人的情况 天主给你恩宠的时机 你没有摸到 你没有敏感到 你不在场 那我说在那个耶稣被定的那一阵子 所有门徒们都逃掉了 那个保路校女会有部影片叫《圣多么》 你多次看那段人性的描写 多么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 要维护他的老师 完全离开他生活的团体 就跟我们一般人讲的 很多人在困难的时候逃避的样子是什么 离家出走 我先离开我的家 他离开中途团体 所以第一次耶稣这边显现的时候 他不在 第二次显现的时候 已知其壮地讲 人性的状况 我要看得到 我要摸得到 可是这边最美的讯息是 耶稣至少三次祝我们平安 所以我巴不得在做的每位基督徒 我自己确实是这两天祈祷默想 在我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刻 耶稣有跟我说祝你平安吗 耶稣说不要怕吗 因为复活的主在你的内心 复活的主跟你在一起 你真的有这样的信仰吗 那平常我读圣本都会 他们灵修的过程 他们是这样说 人要先变得谦卑 刚才我说了 耶稣跪下来给他门徒洗脚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为他所爱的牺牲生命 这也是这个叫做复活第二主日 这几年教会新的方式 叫做慈悲主日 耶稣的两道光啊 一道是红色的光 一道是白色的光 是讲他在十字架上 为他所爱的人流了血 流了他耗尽了整个身体的血液 还有水 在这个慈悲主日的背景之下 我们更可以默想 圣体圣事当中 所谓的他谦卑 跪下来为人服务 甚至为人交出自己生命的 这个奥基玛 好像跟我们同受苦 同时带我们进到复活的境界 所以那个本都会的那个思想的逻辑是 谦卑 谦卑然后你会尝到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跟爱 第二个阶段 同情跟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慈悲的天主的生命 你有感受到了 你可以 他们讲 为什么那个以修院的生活修女们 有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他们 那么有气质 那么美丽 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没有什么社会的金钱 物质的东西 可是他们那么快乐 那么美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全然属于天主 在他的末观生活当中 完全跟天主同在 这个可能为我们每一位 活在现实生命当中的基督徒 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一条道路 那我最近也对那个德勒萨修女 熟的人都知道 差不多都带学生老师到印度加尔各达 去给老人啊 给精神闭关服务 服务的时候看到学生的成长 看到老师的成长 德勒萨修女也是最有名的话 安静是诚实的果实 年纪越大 越感觉我也需要安静 外表上看来是孤单跟寂寞 可是安静是很有力量 可是前面是诚实 诚实就是说我有勇气 面对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 不管什么样的 刚才我说了疑惑啊 痛苦悲伤啊 死亡啊 或者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那么不合的罪恶啊 等等 诚实面对自我 也敢在天主面前 诚实面对自己的罪 自己的软弱 在我最爱的人面前 让他知道我是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这个叫诚实 诚实的时候让人静下来 静的果实是祈祷 祈祷圣事生活 刚才是说我们可能没有中途们一样 亲身经验到耶稣的复活 可是我们多少灵喜的人得到天主的恩宠 天主的启示 我们听过整个教会的宣讲 听过许许多多圣人们的榜样 甚至有自己生命当中的所谓的高峰经验 我相信复活的主跟我同在 安静之后是祈祷 祈祷的生命透过圣经透过圣事就更深了嘛 祈祷的果实是信仰 好像是一个一个阶段的过程 如同耶稣基督包容伯多禄 如同耶稣基督包容多磨 包容所有软弱的人 前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 教宗关于告解圣事 讲的最美的一句话 他说 你们觉得自己不好的人 有罪的人 向天主办告解的时候 我们传统的都把今天的福音讲 赦罪嘛 就是告解圣事 人要悔改 听了都听烦了 可是教宗讲一句很美的话 你们要相信天主是绝对不会累 人人间看到别人就这个样子 改一改不了 烦的烦死了 看到人间那么多 早就失望了 天主对于我们的罪 要宽舍我们罪的时候 他不会累的 他永远不会累 永远给你一个改变的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有了祈祷 祈祷的果实是信德 信德的果实是爱德 所以你从诚实的面对生命 到安静的时刻 到能够有信仰 到信仰之后 你开始有爱德的行为 爱德的行为 爱德的果实和平 我们这个世界 真的很需要和平 那今天耶稣在福音里面 派遣我们 把圣神给我们 我们传统这一段的解释 都会说 教会领受了赦罪的权利 无论犯什么大罪 原谅跟宽恕 而且不断的原谅跟宽恕 天主不会累 可是真正的含义是很清楚 复活的基督带来的是 天主无限的宽恕跟爱 而且我们每位基督徒有这个责任 向周围的人宣报 也以具体的爱跟福的行动 向周围的人说 我相信复活的主跟我们在一起 那平常我们是不是真的 慢慢体验到这个做基督徒的福气 因为复活的基督 我们对世界 对人际关系 对宇宙 不只是创造的了解 不只是原谅宽恕之后 救恩生病救赎的了解 更深的我真实的经验到 基督徒生命的福气 生命的圆满 而不是放在物质生活 有房子有车子有成就 而不是放在自己的事业成就 而不只是放在人跟人之间 各种亲情家庭的情感 是把我们的灵魂放在复活的 耶稣基督身上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